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周日 教宗方济阁将举行闭幕MISA 国家首席家庭医生在M1电视台表示 第四波将是未接种疫苗的流行病 疫情处于上升阶段 这可以从废水数据和新感染者数据看出 他补充说 大多数新患者属于未接种疫苗的人群 因此他建议大家尽快接种疫苗 位于德布勒森的国家疫苗工厂 每年将生产2000万剂疫苗 生产将于明年年底开始 该工厂将耗资550亿弗林 将使用各种技术生产新冠病毒疫苗 但其他类型的疫苗也将在这里生产 创新科技部长在积淀仪式上表示 从卫生政策和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 不依赖外国疫苗制造商也很重要 一万多名一年级学生在德布勒森大学开学典礼上宣示 创新和技术部长谈到 我们想要一个大学发挥核心作用的匈牙利 在那里不仅可以传递知识 还可以创造和利用知识 他强调 未来几年将为大学提供比以前更多的资源 负责总理府议会和战略事务部部长 在科苏特广播电台表示 欧盟面临一系列挑战 包括债务危机竞争力问题 以及我们无法在世界上实现我们的意愿 这一事实 欧盟在移民问题上也存在分歧 关于阿富汗配额问题再次出现 但情况发生了变化 许多人现在认为 大规模移民不是解决方案 而是问题本身必须进行解决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希望业力国家电视台提醒您注意 接种疫苗 保护彼此 谢谢您的合作